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很香 不是,怎会是米其林城府 我们隆重介绍海角人海鲜粉的老板 你好,老板 老板,你怎么称呼? Steven Steven,老板 老板,今天很丰富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介绍这个是我们的招牌鱼头米粉 海鲜粉 这个是八爪鱼 八爪鱼 这个是鲨鱼筍 鲨鱼筍? 对,鲨鱼筍 就是鲨鱼筍 嘴筍 对 我没听过 然后这个是鱼饼 还有腐竹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想问,这个和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这个颜色好像比较较较较较较 这个是鱼头米,是奶汤 然后鱼也是海鱼 当时有什么鱼身,我们就用鱼 好像有… 今天有鲠鱼,有七星斑 这个是混合的海鲜粉 有辣辣,有虾,有鱼,有鱼 有鱼,有鱼,有鱼 鱼,有鲜鱼 看完我们 先试一下 多快 我想试 鲨鱼筍 鱼筍 很害怕 好像和鲨鱼 没试过 鱼筍 一起吧… 1,2,3 很特别 有种,有鱼皮的感觉 很坦白 对 老板,我想问,这个鲨鱼筍是否补身的? 主要是有天然的鱼鱼蛋白 好漂亮 但这个菜不是很普遍 是否你自创的? 可以这么说 好 那我们试试这个 白酒鱼 很坦白 通常我们看到的白酒鱼都是豉油的 对,有豉油汁的 主要是要新鲜的 其实也不需要什么… 调味料? 是 好吃 让你选吧 在哪里 这个,腐臭 腐臭… 咸咸 咸咸 很饿 很好吃 很好吃 很开胃 我们先试这个鱼饼 先试一下 老板,我想问,鱼饼是否你们自己打的? 是… 也是自己做的 因为吃到有点… 即是蛋黏蛋黏 没有要说很腍的 很腍的 对 主要是要鱼来到有新鲜的品质 才能做出口感 我是一个汤仁来的 我很喜欢喝汤的 汤仁? 我想问一下海脚人的名字很特别 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海脚人的意思好像是海边遇村生活的人 海脚人是福建话翻译的人 福建话的海脚人是怎么说的? 我不说福建话 泰卡朗 泰卡朗 泰卡朗,好…我吃了… 我们的英文名字也叫泰卡朗 老板,我想问大马大概有多少间米菲林的餐馆 而KL有多少间? 有四间一星 两间在吉林坡,两间在汤汤汤汤汤 然后还有32间的 就是这个比比登,即是米菲林的 有15间在吉林坡,17间在奔盛 那是为什么? 一星再来就是米菲林的 它是比较好吃,比较经济的 其实每个国家的价钱都有限制 明白 老板,各式品面的海鲜配料 例如鱼,蝦,蜡,蜡 是否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海鲜主要是新鲜 其实都需要怎么说的处理方式 很重要 我们的海鲜是从产地每天新鲜过来的 一到来,主要是帮它切好,做好,做好 那是否每一种海鲜都会煮不一样的时间 其实每一种海鲜的饭量时间都不一样 然后要看大小 明白… 好像鱼要炸得熟大 又不可以炸到焦了 是…是火候很重要 老板,我想问 是否不一样的粉绵 会有不一样的汤 其实我们这里有三种汤 这个就是奶汤 然后海鲜的 一般我们都是建议来吃清汤 还有一个就是蛋茄汤 老板,海鲜人的食材来自哪里 主要是本地和沙巴为主 那有多少种类 种类其实很多 跟不上 我们主要是夜山的海鲜为主 包括鱼类、榜类等 其他都要看它当时的季节性 有什么鱼 但我们这里是妹人 最少有七、八种鱼 可以选择 有鱼片,最少有六、七种 我们也有一个鱼片粉 叫混合鱼片 就是一碗粉里有七种鱼 有七种鱼? 是,下次再来吃 那我们听了这么多 不如我们进去厨房 亲身体验一下煮粉的过程 好 最重要的是什么 陶鱼 走吧 是,带你来看看 如何煮海鲜粉 好的 其实很简单 它们的粉是煮好了 然后过来这里 煮熟海鲜 再放下去就可以了 老板,那是否不一样的食材 煮出来会出味点 其实是不一样的食材 煮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那我想问 我叫你师傅有落酒 是的 我来看看落酒是什么 落酒是因为比汤更香 更加热 那师傅刚才用的是什么酒 这里有没有其他酒 是可以代替的呢 我们一般都是煮花雕酒 但我们是有… 比如说客人有些要求 他会选择一些比较贵的 因为我们这里也有卖酒 面馍不一样 有不同的价钱 即是可以选择 是,有些是可以卖了 收到这里 下次你自己拿出来 好 好 那其实煮海鲜粉 不是挺能的 好 其实你可以试一下 好 老板,你有信心吗 我觉得我可以 你终于煮出来了 是吧 先试一下… 好…看你好像很有信心 肯定 但是自己的一样 很漂亮 老板是吗 老板 可以 可以 可以了 可以了 好吗 鱼很粗糙 其实这两碗海鲜也是一样 为什么我煮的好像有些… 太粗糙 是 而师傅煮的很滑滑 对 这个可能是因为你煮得过熟 过熟 是不是过火 是过火 是过火,尝试控制得不好 你的火是否先开了 开製了 好像喇喇那样 那些肉都掉了 你看看师傅煮的,喇喇还黏着 很漂亮 所以要吃到真正的海鲜粉 就一定要来到海鲜油 海鲜鱼头米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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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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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